昨天有人推荐 这样一个日本人 专门用各种的玩法来做刀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特点 它的封面图非常棒 我讲棒是什么东西 醒目 在大量的封面图里头 你怎么能不看见一把瑞丽的刀 你看 而在推荐视频里头 你看了一把刀 在推荐视频里头 你怎么能miss掉 刀是同一个人 所以他不要什么任何个人品牌 就是刀刀刀刀刀 就知道是他做的 高度的垂直 手工做刀 你看看 很狭窄吧 你再看看他做出来的量 现在47个视频 100万的订户 每年的广告费将近做到百万 我讲他可能会接近这个数字 为什么 他的视频都比较长 你看看 过10分钟 接近15分钟 你再看看他的观看量 感觉一下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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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量次 我在讲这个话 不是要大家去学做刀 只是讲一个垂直领域 看起来非常垂直 能都能做得非常大 世界足够大 20亿的人在这个YouTube上面 你要弄个100万 不是真的很难的 你做一个跨语言的 无国界的这样的视频 大家都能识别的 阿拉伯人他不知道这叫刀吗 前两天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用纸板去做各种各样的结构 也是一个道理 再给大家看这个例子 叠纸飞机 这个也是昨天群友推荐的 你看用纸去叠飞机 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吧 我们再看看他的量级 三千六百万 一千九百万 五百多万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 三百多万 你如果每天去琢磨 去折叠飞机 你看飞机大同小异 你看过了这个 你会看这个 你不会讲 你这个和这个 基本上没有差别 然后你得踩台一脚 骂台一句 没有啊 看YouTube的视频 抱有学习的 这种态度的人 我跟你讲 千分之一都没有 我讲过 看你做菜 看你这个做蛋糕 我绝对不会分 跟你要菜谱的 我只是看看而已 同样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每天琢磨叠飞机 你是不是半年 一年以后 你就成为专家了 你可以叠出很多 各种各样的 不是真的飞机 概念飞机 在这个地方 我隐身一句 如果你是一个木工 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 你就可以做 用木头来做各种各样的 保证比这个看的人更多 因为制作过程更为复杂 因为叠飞机 毕竟比较单调一点 你知道吗 如果你用手工 用金属去制作 用这个铸造去做 用木头去做 或者是用家用的 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做 用纸板来做 等等等等 做成一个三维的 那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就是沿着这个 我给大家开启思路一样 这样讲一下 你看他做到的量级 40个视频 40万的粉丝 我再怎么胡说 我到不了这个程度 我要胡说4700-5 可能才能到这个量级 你再看 他有9600万的 这样一个观看量 如果从赚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现在赚钱并不是太多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做纸这方面 受了局限 如果他有比较强的 这种动手的这种感觉 这种视频里的 大家就会盯着看 你用什么胶水 你这个翅膀是什么做出来的 然后还有一点 从哪个地方去找这个灵感 我给你讲 很多杂志上面 有所谓的这种概念飞机 你自己也可以把它变成各种形状 一条线是 世界上所有现在已经生产过的 真实的飞机 你把它模型给它做出来 找到图片 另外一个是我专门做一个蔚雷畅想型的 稀奇古怪的各种飞行器 也可以 都会有人看的